大家好 我是群燕營 欢迎来到全球大白话 好 在这个星期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其实呢 也就从几天前开始 在亚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峰会 好 大家都齐聚 目光都锁在亚洲了 为什么 来 因为中亚峰会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以中国为首啊 中国大陆为首 他们呢 其实找了中亚五国 然后一起来到了西安来做一个峰会 那为什么大家会很在意这个 因为那个是他们今年第一场的主场外交 换句话说就是第一次他自己做东 来做峰会的东道主 而且这一次呢 找了东亚 中亚这几个国家来 有一个讲法说都是斯坦 然后比如说什么图库曼啊 然后比如说是这个 在中亚这一边 他们之前呢 跟哈萨克 跟这些国家 其实都有一些的往来 而且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在意后出国 记得吗 其实也是去中亚的国家 所以到底为什么他这么在意中亚这个地方 思考逻辑应该是什么 这一次呢 他跟他们个别见面之后 又有一个全部一起的峰会 那里头看点是什么 今天必须好好来说 那个峰会呢 是在广岛 现在大家陆陆续续的来了 日本广岛这边要办的是G7峰会 同时他们也邀请到了其他八个国家 说是要跟南方世界做接触 八个国家里头 还包含了亚洲之外的巴西 为什么 这个思考逻辑又是什么 那到底如何来看 因为大家说这两场应该并在一起看 彼此是在一种火力比拼的状态 可以这样讲 到底要怎么样来看门道跟观察 里头真正的行情 要请到的是我们的国际事务专家 杰鱼千老师 来帮我们好好说说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开始要先带大家来讲 为什么这个标题这样下 拜被追债 习统中亚 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拜登呢 其实他本来这一次来亚洲 是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行程 说是丰富就是因为 他不只要来参加G7峰会 他基本上呢 还要再飞到澳洲这边来参加 跨也就是所谓的四方会谈 美日印澳会谈 然后他还要再去参加 南太平洋的峰会 他们自己要办一场峰会 跟里头18个国家领导人 坐在一起表示 但是我拜登很相信你们 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好不论大小 大家都一样平起平坐 欸不对了 现在因为美债的问题 后面那半段 他没办法去了 G7不是你记得吗 那个时候还讲说 美债处理不了的话 我可能G7也没办法去 没有没有 G7要去 但问题是 后面这一些 欸我不一定能去 那他就说 所以被追债了 可是那一些本来要迎接他的 然后你忽然又不能去的 心里头很不适滋味啦 那这就会感受出来 到底两个人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好没什么一定要把这个 拜登跟习近平放在一起看 因为现在G2嘛 两个大权 两个大国 那拜登呢 其实在出发去G7之前 还一再的跟大家讲什么 讲说欸我呢 其实是会跟习近平要会谈 那记者就直接问他啦 所以什么时间 那哪里 他就说不论时间是否很近 我们都将会面 欸这个讲法呢 就让大家讲说 哦怎么又在扯习拜会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来问问 因为先前呢 不是网易已经跟苏立文对上了吗 今天又有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从中方发出来的 所以应该可信度是高的 好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呢这个在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 他们18号的时候宣布 说中美两国的商务部长 还有贸易代表 会在下个星期在美国会晤 好如果说这个东西已经确认定下来的话 欸先前高层会谈 苏立文跟王毅谈过了 商务部长先会经济先行 那之后的布林肯呢 在后来叶伦呢 欸在最后拜登跟习近平呢 老师你怎么看 所以中美要恢复对话了吗 中美恢复对话是一定的 因为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部长到华盛顿去 到美国去 其实就是中美对话了嘛 呃如果更早一点 苏立文跟王毅 在这个维也纳也是一个对话嘛 所以也是中美对话 所以中美对话早就恢复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对话有没有成果 有成果 也就是彼此之间很坦诚的 然后把呃各方的想法都讲出来 那中间有很多的吵架 有很多的不愉快 但是最后有建设性的就是没有破裂 哦 所以也就是说可以继续谈 呃您现在看到的就是 中国的商务部部长到美国去 对 而不是美国的商务部部长跟他的最 最高的呃他的这个谈判代表 嗯 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到中国来 嗯 那这个也显示出到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还是不欢迎美国的部长级以上的 这些高官进入大陆 特别是进入北京 嗯 所以中国的高官可以到你美国去 但是我却不让你的高官到我北京来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讯号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人会问说 诶 双方都在剑拔弩张的时候都会选择啊 第三帝 对啊 这个第三帝通常都是等据的 嗯 就像维也纳嘛 对维也纳 然后上次是在啊这个瑞士啊 是 都是等 都是几乎是等据的 但是在上上一次中国有释出很大的善意 嗯 那也就是在阿拉斯加是在美国的本土 对 但是也是等据 因为你华盛顿到阿拉斯加跟北京到阿拉斯加 也是等据 对对对 但是事实上是在美国的本土 嗯 所以在当时中国事实上就是释放出善意 那是拜登刚刚上来的时候 对 中国释放善意说我们可以重新再启动 中美的健康发展 嗯 可是您知道 在开场的时候啊 特别是在面对记者的时候 那美国这边是故意的在记者面前 然后要跟全世界跟美国 还有跟中国大陆说 我们美国人是靠拳头说话的 嗯 就是实力原则 嗯 那我们都知道著名的那句话就出来了 嗯 就是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嗯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您看 这个就是等于是很明显的 本来中国是有善意的 那不欢而善 所以当中国大陆 派高官到美国去的时候 其实是释放出善意 对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看 这一次啊 中国又派高官到美国 来跟你谈贸易 谈这个商务 嗯 那这个其实又是释放出善意了 嗯 也就是说 你美国一直不断的在讲 你要到中国来访问 要到中国来访问 嗯 好像你要故意要在国际间 塑造一个形象 说我们中国 是一个顽固不化的 都不欢迎人家来 然后呢 对方讲了半天 你都不让他来 嗯 那但是我去了 嗯 我去了 可是问题就在于 如果美国 没有在这些禁令方面 有所回应的话 嗯 美国对于华为 或是对于中国的半导体 如果没有有所回应的话 美国在科技站 这个部分 不收手的话 嗯 那我相信这次去谈 回来的时候 那也可能是 谈不出什么结果来 好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就是看 我决定战利美国了 也就是说 中国又在国际间 再度的强调 我释放出善意 嗯 但我释放善意 不代表我示弱 哦 嗯 也就是说 我是释放善意 嗯 可是不是我不是示弱 嗯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 我们一切都谈不好 我们又回来 回归原点 那拜登讲的那句话 那其实他的潜台词 等于是间接 向国际的媒体 承认了一件事 就是习近平 非但不想见他 而且连通电话 都不想跟他通 嗯 所以他束手无策 他只能说 我们迟早会见面 我相信会见面 是因为APAC也会见到啊 九月份的集团体 就会见到啦 九月份的集团体 对 在印度召开的 对对对 九月份就会见到啦 嗯 但是那有可能是隔得很遥远 很遥远 一个大的会议桌 二十个国家的领袖 那个大拜拜 坐在那个地方 嗯 然后可能摇摇相对啊 那要看印度方 是不是要想办法 把他们两个 臭的靠近一点 愿不愿意帮忙啊 对不对 但是有可能中国拒绝啊 嗯 那也就是可能摇摇相对 甚至也不要直接对面 的可以看得到啊 最好是测的看啊 别让他连点头机会都没有 那 所以有可能 那如果说今天啊 这个拜登想要搞这个场片 去碰头 也就是说 我去研究你的行进路线 我跑到哪个地方去突击 像上次加拿大那样 去扶击这样子 哎然后插队 然后说我一定要跟你讲话 这样子 拜托拜托 我们两个讲个话 那这个就难看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 有没有可能双边会谈 那就要看你这一次的 商务部部长的谈判 也就是中国已经又释放出 诚意来了 嗯 我到你这个地方来 但是你美国如果继续对中国大陆的 不友善不礼貌的行为 那9月份的对话 那就可能没有了 老师那他现在向商务部先行 布林肯往后压 因为其实他CNN 今天的一个报导 其实就在这个说商务部要会面之前 他们发的一个报导 说华府你安排数名高官访钟 甚至呢他们内部传出来的消息是说 一个官员表示 美国官员讲的实际情况是 中国有权酌情决定 那中国可能更愿意跟美国就经济问题 进行接触 哎但是呢他们也在讲了 说本来 之前科里不讲吗 说哎其实他们有邀请我要跟他见面啊 我在等国家这边来批准我 approve 可以跟他们见面 对 可是问题是国务院对老长官的怨言认为 科瑞不应该抢布林肯的风头 按照排序应该有布林肯先登陆 哎在这个消息之前其实 美国的内部他们自己会先 一直在透露出很多的讯息 我很想见面 我们谁在前面谁在后面 他们反而好像美国比中国 更在意这个排序 当然因为谁先抢先登陆中国大陆 那等于是中国大陆 接受哪一位高官来中国 然后彼此之间如果有达成一些协议的话 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重大的成就 也就是他的功劳 功劳布上可以记上一笔 这个对于他在美国的声望 在国际间的声望 当然是有帮助 可是你想想看 在气候这个部分 这是全球性的议题 这个不是不只是两国的议题 这全全世界的议题 全世界议题 我觉得中国大陆让Kerry先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 而且适当的安排 因为这是要解决我们人类目前 生活在这个地球村 它已经事实上是暖化了 你看台北这样子忽冷忽热 你看越南在昨天高达河内40度 就是说这个整个世界的温度 已经是又高又低又高又低了 一定要解决了 所以你想想看 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留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美国的国务院里面 其实不要去争 争也没用 为什么我会说争也没用 你知道吗 这个最主要的是 中国的思考 跟美国人的思考不太一样 我们强调了 气候的问题是全球的议题 可是这个全球的议题 它背后是庞大的经济利益 对啊 因为当这个排碳 两大国一旦达成协议 欧盟早就已经准备好在那边了 所以三大集团 都同时达成协议以后 那在国际间 很快的就会开始执行了 一旦执行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 你全世界各国 开始计算你的排碳量 那一旦计算你的排碳量的时候 您想想看 我们所有的汽车 对 要不要换 我们的电器 冰箱 那些所有的耗能的东西 全部都要更换 这代表巨大的利益 对 你要更换所有的电脑设备 更换所有的手机 更换所有的东西 你都要更换的时候 它的利益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 它看起来是气候暖化 背后是庞大的经济利益 老师可是那它这样子 让这个商务比布林肯先行 其实某些层面 是不是也是给布林肯一个软钉子 也不是 是给布林肯压力 是压力 已经不是软钉子了 谈不拢布林肯别想倒比进来 这就是外交谈判的艺术 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部长 到了你美国 已经释放三亿了 因为你现在美国的经济一塌糊涂嘛 对 那如果能够让两国的经济 从五千亿六千亿 那么提升到八千亿 会给美国跟中国都带来 双方好处 因为这是两方都好的事情嘛 但是如果谈的结果什么都没有 而美国又继续商务部 又对于中国 又禁止这个限制这个 禁止这个限制那个 那一定是谈的不愉快 谈的不愉快回来的时候呢 你布林肯就别想来 所以你布林肯如果想来 那么确定两国的政治关系的话 那就必须在商务方面 你美国要做动作 懂了 这个就是一个高明的这个外交艺术嘛 懂了 很有趣的 大家这样听懂了 先后顺序有思考过的 为什么 为什么商务部 因为每次制裁都是商务部啊 是 对不对 每次说什么啊对谁对谁 对中国哪一个企业做个人制裁 私人制裁 然后什么私器制裁 都是商务部啊 对 所以先把这个事情 我们搞清楚来了 然后后面我们再来看怎么办 那 其实现在中方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他们态度其实很明确 就是他现在已经 就是自己做主了 他也没有要太 随着你的步调走 你要怎么走你走你的 我有我自己的步伐 所以现在看到他在中亚峰会上头 其实呢就是 呃媒体的评论都是这样讲啊 就是习近平基本上 他现在就是已经 亲自主持 就是已经主导这么一切了 那也同时插足中亚 那在这个时间点上呢 其实中亚五国元首一次排开 大家通通都出席了 为什么一定要来 其实呢这次选在西安大家都知道嘛 思路 这一带路从中亚开始 那这一次呢他们也 因为现在情势 世界情势在变化 关系 所以本来呢在建不成的铁路 在这个局面上面也建成了 那现在呢说有可能 要再开展第三条的跨境铁路的建设评估 那目前呢 其实中国跟中亚在这几年的进展下来 在去年呢他们的贸易额已经达到了702亿美元是历史新高 同时中国在这个地方的直接投资存量已经来到了150亿万美元 所以很清楚就是在经济这一块 基本上呢中方这边他们是已经很直接的在对中亚这里有更多的投资 那因为买的东西其实也是互补性高 所以买的东西也多 那在这个时候选择这个时间点做主场外交 大家认为是在跟G7打对台 您怎么看 那另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一直在讲 因为当然啦先前他们其实来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是上河会议 所以有俄罗斯 但这一次中亚峰会没有俄罗斯 那就有一个评论是这样讲的 您看看说习近平和中亚领袖共聚堂 但是不在场的俄罗斯是房间里头的大象 你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 是这样子 中亚的地缘政治的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 它是连同欧亚大陆的最重要的一个桥梁 过去俄罗斯把它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禁软 那俄罗斯他本来想透过中亚这个五国 然后要打通这个阿富汗 因为阿富汗也是属于中亚的国家之一 然后在往南走的时候就进入南亚 那也就是巴基斯坦印度 然后有一个出海口就出去了 俄罗斯在阿富汗搞了十年 结果失败了 因为他是用军事的手段 那也让俄国的整个总体国力大大的消耗 美国人接手就过来了 2001年的时候 美国人接手过来就入侵了阿富汗 就占领了控制了阿富汗 那美国占领控制阿富汗的时候 就开始侵略中亚 所以在吉尔吉斯塔基克斯坦 物资别克等这些内陆的穷国 就在那个地方设立了很多的军事基地 特别是空军的军事基地 所以美国就利用他在当时全世界独霸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时代小布希时代 小布希时代的美国一个国家 中国俄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 都加起来都不等于一个美国 美国是一超多强 那时候强大无比 一个强大无比的美国他认为 他完全可以也跟俄罗斯一样透过军事力 果然他很顺利的就把阿富汗就控制住了 拿下来 但是阿富汗的内部的动乱 就让美国很难治理 那美国的手也伸到中亚的时候 他就要对中国大陆的新疆 开始去策动他们这边的新疆 新疆的独立运动 然后再往南走的时候 就到西藏那边也要策动 西藏的独立运动 然后再往北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策动这个极端主义 然后让俄罗斯的安全上感受到 这个更大的分离主义的这种压力 也就是高加佐地区的分离主义的压力 美国在那个时候 包括乔治亚州 就是乔治亚共和国 后来的所有的行为 美国在这个地方经历了20年 后来整个撤退失败告终 你就可以知道 中亚的战略位置有多重要 地缘政治位置有多重要 两大强国 俄罗斯在前苏联时代 金略过十年失败了 美国在冷战后唯一的霸权 花了20年金略失败 烧掉2万亿美元 那您觉得这块地方这么的重要 而且就在中国的家旁边 中国要不要进入 这个时候就天时地利人和了 那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不用军事的手段 中国用的是经济政治的方式 就进入了这个地区 这五个国家能够到中国来 而且举办这么大的一个峰会 举办这么大的一个峰会 有这么多的合作计划 您刚列举了这些交通要道的 合作计划 这代表什么 代表是在俄罗斯高度的信任下 所以您刚讲 有一只俄罗斯的大象 其实那个是西方媒体在挑拨 因为俄罗斯已经衰弱了 俄罗斯衰弱了 这五个国家想跟俄罗斯保持的 更远一点的距离 因为他们原本都是俄罗斯的 整个国协就是亚欧亚经济 前苏联时期的控制区 但是俄罗斯他更害怕 欧美的力量进入中亚 所以他宁可让中国的力量进来 那中国在这个时候当然就不客气了 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了 就大幅度的就经历了中亚 可是中国不用军事的力量 中国却用这个孙中山先生 最看重的一个力量 就是软实力 软实力就是中山先生 在很早以前就看到 经济的力量比什么都巨大 其实最实践中山先生的是 中国大陆的习近平 以一带一路的角度来思考 一带一路是如此 脱贫也是如此 让中国人站起来也是如此 今天中国在国际间的地位 如此的高 中华民主伟大复兴 这难道不是就是中山先生的理想吗 所以其实目前来讲 把中山先生的理想完全彻底实践了 其实是习近平 不是国民党现在的朱立伦 也不是国民党过去的 这些执政者 蒋经国有这个报复 有这个理想 但是做不到 那现在做到了 把中山先生的理想完全做到了 事实上是习近平 各位如果不相信的话 你们回去看看 中山先生所写的 建国大纲 写的三民主义 民主 民权 民生 他的整个理想里面 其实有一大半 其实都是在中国大陆被实践 而不是在台湾 其实在这一次中亚峰会 当然大家看到的都是经济方面的 那西方媒体的评论非常多 因为就像哈萨克他们这一次 其实就讲了 他还帮哈萨克总统庆祝他70岁 像这样 就是那个气氛跟那个和谐 我看到一个评论上面是这样写的 他们说其实中方不是在现在他才进来 他其实在几年前他们铺陈了好一段时间 一直在中亚这一边 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阻力点 那当然现在就是老师讲的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他有一个空档 然后有一个合适的角色 然后他可以这样很顺利的进去 那只是说呢 他们也在讲习近平在这一次的中亚峰会 特别是他的主场 所以也感受到他的那个自信感 所以呢 其实在外媒里头的很多评论 当然讲的就是老师刚刚说的 会讨论到俄罗斯他的角色 以及他们跟这些中亚五国彼此之间 是不是要换大哥啦 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方式 但是呢更多人其实在讲的是 这场峰会在这个时间点上 刚刚好就跟G7 有一点点的重叠到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认为说 这两个呢基本上 就是你得把它放在一起看 一边呢是由中国领导来做峰会 一边呢很明显就是美国了嘛 因为本来 当然啦 G7你也可以说 不是美国就是有七个大国啊 大家平起平坐 可是问题是 拜登他来到这边 其实呢他也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他来这里要做什么 他就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俄乌问题啦 讲一下中国的经济胁迫 还有其他行为 我们要如何来共同面对这个挑战 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呢 其实比较跟以往不一样 G7他基本上以前为什么会是G7 因为他是在讲求一个全球 全其大的经济体 他是以经济为主的 可是这一次 大家也在说 没看过 有的时候是 当然啦 现在世界上面的 主要议题是战争 就讲战争嘛 经济就讲经济嘛 地缘政治嘛 可是现在是 战争经济 地缘政治 通通都有 这一次的G7要讨论的 议题挑战的东西 真的太多了 那这两相对比下来 大家就在说 拜登有办法好好解决吗 为什么会对他的 能力打一个问号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 我们刚刚讲的嘛 本来呢他其实讲好 这一趟亚洲星 很忙 他之后还要转往 南方这一边去澳洲 然后去南泰 结果现在放人家鸽子 那你的讲法是说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美债问题 美国国家都要倒落 我还不赶快回去处理 我还在这边跟你开会 大家都可以理解 可是问题是 处理的手法 有没有够细腻 因为现在传出来说 第一时间 白宫的讲法是 他们有打电话去澳洲 跟爱巴尼斯说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你把他邀请到日本来 那快 那他们就直接在日本这边谈了 可是南派平洋据说是没有的 对 没有人接到他的电话 然后一直到 大家舆论出来之后 白宫这边讲了 没有没有我们今年会另外安排峰会 然后呢 我们也会让布林肯代表总统去那边 来开会啊 来跟他们讲讲 苏利文就被问到说 你们这样是不是 反而把这些朋友通通送给中国 他的讲法是 就他们的观察 太平洋岛国对美国参与的需求 只增不解 老师您怎么看 这次美国准备到南太平洋岛国的时候啊 他之前已经宣布他会带很多的礼物过去 对啊 人家还放国定假日 对还有七个亿啦 还有十几个亿三十亿啦 对啊 就是已经编了说我要拿很多钱过来了 对对对 那所以这个南太平洋的岛国 因为他都是这个岛屿多 人口少 那因此在过去从来没有美国的总统来 那现在美国总统愿意来 因为以前美国的总统瞧不起这些地方 那现在好不容易 由于这些国家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提升了他的地位 逼着美国的总统必须要来 那他们已经感觉到说 哦原来我跟中国大陆关系好 然后我的我才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待遇 这样的一个地位 我身价太高了 我身价才会太高 所以逼着你美国总统都必须要来 而且你还要带很多礼物来 因为你要带7个亿美元 带13个亿美元 带9个亿美元 安全啊 对每个国家都要分一点这样子 那当然到最后能不能拿到 还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至少你要把钱带过来 之前是没有这些待遇的 好 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各位在想 那如果他们跟中国大陆 一旦又跟过去一样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那个待遇了 所以打那个变数是中国大陆就是了 对 那也就是说他们如果要继续享有 美国对他高度重视的待遇 他是必须要继续跟中国大陆更加的亲密 这是基本外交的准则 目前来讲人类最蠢的就是 那一个党 为什么 因为那一个党 跟大陆坏 关系坏到不行的时候 你看美国对于那个党 就予取予求了 然后害的就是那个党 所统治下的可怜的老百姓 台积电就被那个党 卖掉了 就被搬走了 然后呢 台湾的这些很强大的一个电子厂 他就要连根就跑掉了 要跑到这个 要跑到法国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情况 主要的原因都来自于什么呢 其实都是来自于 那个党 他没有南太平洋岛国 他们的这些领袖的聪明智慧 南太平洋岛国 他们晓得跟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才能够获得美国的高度重视 才能够获得澳大利亚原本 对于他们这个遗址起始的 警察 的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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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然后变成要低声下去 要跟他们热情的拥抱 过去从来没有 随便骂他们 随便这样狠狠的教训他们 然后随便派军队就过来 现在你看都要去 装的那个笑脸去抱 完全是不一样的了 因此 当美国人家都放了一天假 然后你突然间说你不来 17个国家的领袖 他们三个小时的峰会 他愿意从他家搭飞机来到这边 只为了见你拜登三小时 然后那个国家 还要不要放假 还是恢复上班上学上课 那之前学生演练了那么久 要迎接拜登 他们现在要演练给 也都没了 然后假也没得放 还是要继续放 那放的也很怪 然后那些国家的元首 他们就吃饱没事干 闲闲 没事做 然后呢 你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主从的关系 小跟班的关系 他现在有说 他现在有说 我现在呢 会再安排他们去一趟白宫 跟拜登见面 我们会再找时间 邀请他们来 那不是就跟当初那个 对于这个 东盟国家的这些领导人 说来来来来 来拜工 结果第一次邀请 没有人要去 结果他就勒令 他的这个 他的所有的外馆 把这个工作给我做好 所以那他们的外馆 动员了 花了不知道多少力量 然后这个东盟的 这些国家里 却心不甘情不愿的 跑到了华盛顿去 越南的领导人 不是还故意找了这个记者 嗯 然后故意讲了一段话 给记者听 是是是 说把我们当乞丐啊 啊 拿了一点钱 就要买我们啊 那是故意的 就是损 在美国的土地上 嗯 然后公开的 就直接羞辱美国人 那你想想看 那个峰 那个峰会也很难看啊 那南南的岛国 的这些领导到白宫去 然后呢 又坐大巴士吗 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 他们把非洲的那些国家元首 不是也都勒令 给我到华盛顿来 嗯 然后给他们塞进大巴士 嗯 然后那些非洲的国家元首 气到不行了 说把我们当什么啊 把我们当小狗一样 赶上大巴士 全部啊 做做大巴士 那个送到会场去 你大国 你可以这样羞辱我们 嗯 美国的外交 这种粗鲁的外交 其实 对比 中国大陆 你看中国大陆 对中亚五个国家 嗯 摆出来的这个阵仗 迎接的规格 然后 相对来讲 中国对于美国的总统 还没有这个规格呢 中国 接待美国总统的规格 远远就低于 中国接待中亚五国的规格 嗯 也低于中国接待非洲 国家元首的规格 嗯 也就是非洲国家元首 到中国大陆去开会的时候 他的规格是高的 而美国的总统 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时候 规格没有比 非洲国家元首高 嗯 你不觉得这也是一种 很特殊的外交手段吗 可是其实就中亚 中亚而言 当然他的战略位置 难他也有 他战略位置的一个重要性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是刚刚讲的 那拜登他不得不去这一趟 因为先前其实 他也派布林肯去了 也派他的副总统去了 那 好像就是 但是我还是得自己 老生亲自来走这一趟 但现在突然间的变贯 就会让大家 对他的诚意很打折 就巴布纽纪内亚 他们自己内部的评论 是这样讲的 至少中国现在是开心的 这句话就讲得极酸嘛 那还有谁呢 他们美国人自己说的 然后约翰霍普金大学的教授 叫布兰茨他直接讲 他说 中国一定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 你们要在这边跟人家比拼 那现在这个区域国家 接收到的讯息就是 你不能指望一个连基本治理 都有障碍的国家 来帮忙你吧 他讲的就是什么 就是你拜登不是说 你要会处理美债吗 你基本治理都有问题 还有谁呢 还有纽西兰这边的大学老师 他们也讲了 说信任是太平洋地区的闺念 建立信任需要靠得住 需要不缺席 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巴掌一巴掌 打在拜登的脸上 那他现在该怎么办呢 就这一块他要放掉了吗 因为他跨他还是很明显 他那个围堵啊封锁啊 经济胁迫跟大陆对着做 还是继续啊 您想啊 就是说原本 专门到澳大利亚去召开QAD 那是大家又是另外一个议场 然后花很多时间去准备 对 跟现在说 那我们就干脆就在日本 再找个时间 然后去开一开 那是不一样的意义 而且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其实他反而来讲 是松了一口气 因为你澳大利亚目前来讲 正小心翼翼的 要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那澳大利亚商务部长 也到中国大陆去了 对 那双方可能开始在磋商 对等的这个贸易的行为 而且中国要求是对等 就是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你 那如果说 你今天又弄一个QAD 你就是要来对付中国大陆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你想对中国来讲 他会怎么想 所以对澳大利亚来说的话 那随便办 随便开完 反而对他来讲 送了一口气 就是说 连澳大利亚自己的媒体 都在反省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中国是我们的威胁吗 你看现在他们的主流媒体 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是我们的威胁吗 也就是说你前的政府 把中国视为我们的威胁 大肆的动员做文章 搞政治动员 然后买记者 然后买报纸 就这样子一直把中国 塑造成为敌人 可是澳大利亚 现在回归到理性的时候 他们会一直问一个问题 中国什么时候是我们的敌人 它为什么会是我们的敌人 它对我们的领土 没有任何野心啊 那怎么会是我们的敌人呢 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 目前来讲 有另外一种声音 越来越大 就是如果最后确定 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为什么要加入QAD 它的目的就是要对付中国 那为什么我要卷入这场跟中国 我莫名其妙的要卷入一场 跟它的交火交战 然后我们的关系 却一直要陷入紧张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 我觉得澳大利亚迟早要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嗯 就是每一步到底为什么 那当然它每一步 它付出的经济代价 其实是蛮沉重的 是的 而且呢 你也逼着中国大陆 必须把军舰开到你家来 就是本来中国大陆军舰 是不会到你家来的 嗯嗯 中国到南太平洋的岛国 它思考的是因为 它要到这个加勒比海 嗯 要到这个南美洲中美洲 因为它的贸易线 的一个很大的转运站 是在澳大利亚 嗯 也是在南太平洋的岛国 作为一个很大的转运站 所以你这个航道 一旦开通以后 中国的海军 就有责任 有义务 要保护中国的这个船 对航道上的安全 嗯 那你要保护你船到 你的航道的安全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有一些补给 支撑点 是 那因此你把整个太平洋的地图 展开展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 南太平洋的岛国 是非常好的战略地位 嗯嗯 所以中国一定要 往这个方面发展嘛 嗯 那往这方面发展 你澳大利亚 一定要把它解释成为 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 那近来是要压迫你 这个是两件事嘛 嗯 对不对 那问题就在于说 你跟中国的关系 可以建立信任的关系 你要不要嘛 嗯 过去澳大利亚的领导人 跟中国就建立很好的信任关系 是 那很好的信任关系 这个问题都不存在啊 嗯嗯 那现在为什么会变 这些不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变成问题 那这个就是因为 你受到美国的影响 嗯 而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国 视为敌人 只因为中国越来越强大 中国的GDP会超过美国 中国的综合国力 会超过美国 那超过难道就是最吗 嗯 谁规定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 不 它的GDP不能超过美国呢 谁规定一个14亿人口大国的中国 它的GDP 人均GDP 一定要比你美国人少呢 嗯 他中国人难道不能够也去追求 寻求过一个每一个人都是富裕的生活吗 嗯嗯 那原来追求富裕生活是有罪的 嗯 这是不对的嘛 其实哈在这一次啊 当然大家就开始在讨论这些话题的同时 那大家也会说啦 譬如说G7这些国家 我们可能就会讲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害怕 就是因为你的动作啊 来看看这个新闻 好这个说呢 在G7峰会开始之前 中国的舰艇罕见的包夹日本的领导 好这个呢 是日本媒体的报道 嗯 哦我们看到他们呢 到五艘军舰都开过来 那这边呢就是 很见的 以前都是这样绕过去而已 没有这次是两个包夹我们 所以一定是跟G7峰会有关系 然后呢 我们刚刚不讲到了吗 其实在这一次的峰会 日本做东 但同时他们说 可能要通过一个叫做 大陆的一致对中立场 因为大陆对他们 中国对他们是产生了经济胁迫 还有其他行为 让他们感到 哎忧心害怕 那在英国这边 已经呢先跟 日本首相岸田见过了哈 呃他们其实呢也同意 嗯中国构成体制性的挑战 我们应该要追求 对中的政策一致 那当然中国驻日的使馆 这边就跳脚了哦 同时呢也传出 这个峰会里头有没有可能 会纳入台海议题 这一些呢就让中方很直接的说 美国跟日本你们不要挑衅玩火 好可是在这一趟下来 你必须注意哦 欧盟理事会的主席 米什尔是怎么讲的 他们的讲法是 我们和中方希望能够维持 稳定和复建设性的合作 所以到底内部有没有 一个一致性 嗯现在是打一个问号 但是美国日本英国啊 这一些负责点火的持续 这个油啊料啊柴火啊 持续再添加老师你怎么看 我们先看您提到了三个 日本美国对中国的指控啊 嗯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经济胁迫 嗯 韩国要求日本对未安妇 跟对于在二战日本殖民韩国期间 对韩国的奴工要进行赔偿 日本拒绝嗯 那因此那些受害者跟受害者的家属 就在韩国的法院就提出了司法诉讼 韩国的法院就判决啊 这个未安妇啊 以及奴工他们本人跟家属是获胜的 那因此就要求日本要赔偿 嗯日本政府拒绝 日本政府也要求他的企业不准赔偿 嗯给韩国 韩国的法院就做了一个判决 就是冻结在日本的这些像当初做这些坏事的这些企业 他在韩国的财产 另外一部分他们就没收了就拍卖 把他拍卖的所得那么作为补偿费 日本就非常生气 那时候是岸田文雄当首相的时候 就非常生气 嗯嗯 然后呢就选到了一个这个经济胁迫的方法 因为韩国的三星 它是韩国最重要的半导体的大厂 半导体的原料 绝大部分是来自于日本 嗯日本就把它最关键的一个洗涤剂 对 就不准卖给韩国 嗯 所以造成三星整个股价 还有它的经济产量大大的受挫 嗯 后来三星就从俄罗斯跟台湾 就购买了这些洗涤剂 但是品质比日本差很多 嗯 而且价格非常的高昂 嗯那对三星来讲 它的竞争力 就比台积电还要差了 哇 这个就叫做经济胁迫 日本对韩国所做的经济胁迫 嗯 第二个呢 我们都知道伊朗的核协议 对 是六国 韩美国所主导通过的 是 韩国 伊朗完全的遵守核协议 嗯嗯 完完全全喔 这是联合国的国际原论委员会 背书的 啊 说 伊朗完全遵守核协议 可是美国把它撕毁了 嗯 美国把它撕毁以后 美国就 这是在特朗普时代 就重新对于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嗯 就是经济胁迫 嗯 那伊朗就很委屈 嗯 伊朗就要求 德国 英国 法国 因为德英法 他们反对美国 片面的撕毁这个协议 嗯 所以伊朗希望德英法继续跟他有贸易的往来 嗯 美国就胁迫德英法 嗯 所以你们敢敢跟伊朗有贸易往来的话 我就用金融方面制裁你 嗯 嗯 也就是你 我会规定 美国的所有的银行 不准跟德英法的这些跟伊朗有来往的企业 哦 有任何那个金融服务 哦 是 这些企业就怕他倒闭 受影响 对断他路 嗯 所以这些企业就被迫不敢执行这个伊朗和协议跟伊朗的正常的关系 完全不敢 嗯 这个叫做经济胁迫 嗯 我举这两个案例是告诉观众朋友 真正在搞经济胁迫的是日本跟美国 结果他们却 耶伦 他却指控中国 对于其他的国家经济胁迫 嗯 那你举一个例子来 嗯 那他们会举的例子可能就是澳大利亚 嗯 可是 例如说他们说中国 不买澳大利亚的龙虾 对啊 作为经济胁 嗯 那我们要问的是 可是那个单转到美国去啊 嗯 是你美国人赚啊 嗯 澳大利亚赔了 嗯 那你怎么说这是经济胁迫 是你澳大利亚不准 嗯 那个华为啊 嗯 到澳大利亚去 嗯 那中国也当然 反制的不准你龙虾到中国来 嗯 就是正常的行为啊 嗯 就是你对我不礼貌 我也对你不礼貌嘛 嗯 这是一个那怎么会称之为 如果你说我是胁迫 那你澳大利亚对中国也是胁迫 嘛 所以 所以 这是一个对等 嗯 嗯 然后美国跟日本就可以强词夺理 嗯 就指控中国大陆经济胁迫 嗯 欧洲就不同意了 嗯 所以您看在财长会议的时候 就没有通过这一条 对 现在 拜登跟岸田想在21号的峰会的时候 通过 再度的通过这个决议 嗯 那我们要看看的就是马克宏 跟小老师他们的立场跟态度了 嗯 另外您提到了 那个 体制性的挑战 嗯 中国有中国的体制 沙特有沙特的体制 你美国的体制是三权分立 嗯 你总统制跟英国的内阁制也是不一样的 嗯 那你 你中国有中国的体制 证明他在中国的土地上成功 这样子就不行 嗯 那你觉得这个是其有此理 嗯 那你日本到现在还维持一个天皇 嗯 那还是搞封建主义 你搞封建主义可以 美国现在没有天皇 嗯 那美国一个没有天皇的国家 跟你有天皇的国家 那是体制上不一样 你有什么不反他 嗯 那为什么要反中国的 体制性的挑战 嗯 这讲不过去嘛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台海的议题 我就更生气了 对 因为其实他们在今天 我发现不是只有 在G7有讲 基本上像在日本 在韩国他们各自都还有在开一些会 在学术会议 嗯 结果也都在讨论台海哦 你来看看 在韩国这一边 美国专家讲法是说 日韩都必须要为台海开战做准备 而且中国侵略台湾 美国专家讲的哦 美国会派500架军机过来 要一起参战 那同一时间呢 他们还讲什么 对不起我要换一张 同一时间还讲什么 同一时间还讲了 讲说经济权人的报道 说台湾是否沦陷 这华府这一边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最近兵退之后 他们发现 日本是关键 也就是说 日本到底他跟美国 哎跟美国之间的安保协定是 美国要保障日本的安全 因为日本借军港哎 给他们使用 让他们在这边驻军 可是 美国参战的时候 日本不一定要加进来 所以现在呢 台海安不安全 哎还必须要看看 有没有参战 如果他们参战 那战胜的可能性就很大 等于我们台湾的命运 真的就是跟日本绑在一起了啦 那这个呢 是CSIS的亚洲研究院的副所长 叫邱维德 他讲法是说 基本上啦 这个地区战就是这样 你一旦战争爆发 根本大家就是混在一起了 欧陆可能都会被卷进来 现在的国际社会是相连的 您怎么样来看 因为这一次其实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讲中国 也讲台湾 台湾可能还变成他们一个主要 叫异器 我觉得这些杂志啊 或是这些智库 目前的素养真的是不高啊 我个人讲实在话 真的是不高 他们实在是既不了解中国 然后也不了解整个战争状态 坦白说 有点可悲 为什么 各位想想看 日本距离中国有多近 那如果说 今天日本一亿多人口 他的部队是二十几万人 中国有14亿人口 目前的部队才200多万人 所以中国的14亿人口 未来要扩军的空间是很大的 日本一亿多人口 他要扩军的空间 事实上是不大的 那日本走的是募兵制 除非他把这个兵役制度 改为真兵 但是问题就是 日本的老龄化的问题 他可充圆的兵 其实数量是不多的 那一亿人口 也有可能现在已经快要跌破一亿了 可是中国有14亿人口 那这个绝对只差的 这么大的情形下 在兵员数量上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个中国是具有这个全方位层系统性的武器 也就是说他有战略型的武器 而日本是没有战略性的武器 日本没有的 日本没有战略轰炸机 日本没有核动力潜舰 那日本没有大型的这种巡洋舰 万顿级以上的 日本的航母坦白说 他是属于从两栖登陆舰 改装成为小型的 中小型的初营号的航母 所以他本身的舰载机的数量 事实上也并不是很巨大的 再加上由于日本离中国太近 而中国的这个中程的弹道导弹的作战能力 在全世界目前排名第一 数量又够多 所以如果日本真的要介入台海的战争的话 也就是提供军事基地给美军来使用 那日本的这些军事基地 不管是空军或是海军的军事基地 能存活的是相当有限的 能够在经过战场中 还能够使用的是相当有限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中国的新式海军的建造数量 比美国都还多 美国是总吨位大 但是数量少 中国是数量多 那美国为什么总吨位大 因为美国有十一个航母战斗群 一个航母都有十到十一吨左右 中国目前来讲只有两个航母战斗群 另外一个还在西装 但是中国的数量是大的 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各位想想 在海军跟空军的资源作战里面 美国跟日本毫无胜算 美国的关岛很难守得住 日本本土基本上 都是在中国的导弹的打击范围内 那日本要把他的整个国家 压在台湾上 这基本上是不可行 也很难想象 更何况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西方人一直没有弄清楚的 日本的学者最恐惧的 日本人不相信以德抱怨 这四个字 什么意思 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的时候 中国没有要日本割地赔偿 中国对日本采用的是以德抱怨 也就是既往不救 对日本的学者 我指导过学生 我们在日本做过田野调查 访问了日本的高阶的知识分子 访问这些日本的高阶知识分子的时候 一个最大的一个他们的公约数 就是他们不相信以德抱怨 因为他们认为论语 儒家思想中 没有以德抱怨的概念 只有以直抱怨 以德抱德 没有以德抱怨 OK 那为什么中国会以德抱怨 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积弱不振 中国率弱 蒋介石没有能力 没有办法 所以那是瀑布得意 他们认为中国一旦强起来了 那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就不一样的 也就是中国一定会向日本讨回公道 所以如果日本在介入台海的战争 14亿的中国人对日本人那就不会客气了 OK 那个战争是多激烈 而且所有的过去几十年 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 全部都要讨回来 日本人能够想像这是什么样的战争吗 因为有很多的辛酬救恨 辛酬救恨集在一起的时候 那那个战争的杀戮是极其惨烈的 所以我觉得欧美人不了解这个部分 在那边胡说八道 他不知道如果日本真的接入台海的战争 那是会给日本带来他们难以想像的噩梦 日本人千万不要这么笨去做这个事情 可是在这一次G7 我们知道是在日本广岛这边来开峰会嘛 那所以大家就会非常在意日本的态度 而且呢在这一次的这个G7峰会 同样也要讲到乌克兰战争 好我们刚讲到战争 乌克兰战争呢 现在大家都在讲说春季公式已经要变夏季公式了 同时呢这一次其实你看看都已经在和谈了 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这些消息 就是美国跟G7会持续的力挺乌克兰 还要对俄罗斯公布新的制裁 好同时呢现在还在讨论什么 讨论的是美国到底有没有给乌克兰F16战机 那之前呢他们讲法是我们不给他这种太厉害的东西 那如果说其他国家也要给他 因为他们里头有牵涉到一些机密的技术 所以即便那个飞机你不是从美国这边出发的 是从其他地方转过去给乌克兰 也同样要取得美国同意 好美国现在讲了 说如果其他的盟国也要提供你们的F16给他 那我们准备让他同意让你可以把F16给送过去 那就是又把重兵这个武器又送过去啦 那这样子真的有得和谈吗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方大使李辉已经见过了 泽伦斯基那这个自由时报报导就在讲说你看吧 没有突破吗 你们中国人去谈了有什么用 我们现在还不看到俄罗斯9度空袭乌克兰同样炸啊 同样这个这些飞弹啊这样飞弹也是炸的不得了啊 那有让乌克兰人真的得到喘息吗 可是也有很多人的讲法是说没有 其实他现在有可能是两手 因为包括最新消息布林伯克还有Financial Times都在讲 泽伦斯基有可能这个星期天也就21号会亲自到广岛来发表演讲 本来说呢他是视讯 但这一回感觉是去了欧洲之后也许效果不错 可能见面三分情会比较好说话 所以广岛他也要亲自来 那同时呢也在说了是不是台面上投要军援 台面下其实呢他们在忙的是另一件事情 他们也希望这个和谈能够促成 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自由时报它就是外行人说的外行话 那带有浓厚的政治偏见 不值得一平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因为意义不大 交战双方 目前战情交着 有 这个小规模的激烈的冲突 就是小规模但是冲突很激烈 这样的一个情形 而中国的特使应乌克兰的邀请出发了 因为习近平接的这个电话是 折连斯基一直不停的希望习近平能接他的电话 所以习近平接了 接了以后 折连斯基事实上是希望中国能够出面调停 中国也展现诚意了 所以特使出发了 各位想想 特使出发在准备调停的时候 对乌克兰这边来说 天经地义的 他一定会说 我的主权的完整性一定要得到保护 没错 再一次强调 我的领土绝对不能够切割 是 请问一下您 舍身除地讲 假设这个乌克兰的外长 嗯 他说我的主 我的领土是可以切割的 我的主权啊 是不用完整的 不可 来换得这个指占 我今天就下台了 对啊 谈判的技巧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对啊 所以乌克兰的外长天经地义的 一定会讲同样的话吧 嗯 但是问题是外交磋商 常常不是这样子嘛 因为 外交磋商可能就是你的 主权的形势保持住 例如说 可以用一国两制 的方式来去维持嘛 因为 美国也是一国两制嘛 加拿大的魁北克也是嘛 英国的苏格兰也是嘛 一国两制嘛 嗯 很多国家都是用一国两制 来解决 他们内部的这些问题嘛 嗯 所以一国两制是世界上最公认 最好用的 嗯 而且是最好的 一个解决 敏感性问题的一个手段嘛 嗯 过去乌克兰也是采用一国两制 嗯 为什么 因为 过去的克里米亚共和国 嗯 它就是一个共和国 是 但是 它 加入 乌克兰的联邦 然后换得 乌克兰把它全部的核物 还给俄罗斯嘛 嗯 因为本来克里米亚是属于俄罗斯的 嗯 那它就采用一国两制 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好 各位想 如果说 这些加盟俄国的共和国 他们本身又经过一个宪法的 或是法律的程序 那他们本身 是两国共同 就有点像 这个 过去的琉球王国 哦 过去的琉球王国有两个保护国嘛 有两个宗族国 嗯 在更早以前琉球王国只有一个宗族国 嗯 那就是中国 嗯 后来中国在满清末年的时候 中国衰败了 中国衰败以后 日本的萨摩藩 就是九州的萨摩藩 嗯 对于琉球王国有野心了 嗯 琉球王国寻求中国的协助保护 中国做不到了 嗯 所以琉球王国只好寻找 啊 这个两个宗族国 就是 日本 嗯 跟中国都是他的宗族国 是 他同时双方朝贡嘛 如果 这些国家 也就是顿巴斯克 的这些国家 他变成是 两个国家 所共同 啊 所能够 影响的 共和国 这个也 不失为一种 一国两制 解决问题的办法嘛 所以就是有很多不同协商的方式 您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有很多不同协商的方式 那您会说 可是问题是 现在 折连斯基的态度 不是这样啊 他才很死啊 其实不是嘛 嗯 为什么因为 当我们如果完全没有要政治谈判的意愿 那你特使根本不用来 嗯 对不对 嗯 那我为什么 折连斯基希望你中国派特使 就是 我有谈判的意愿了嘛 嗯 可是我不能够讲出 我有谈判的意愿 还在打仗 俄国也不能讲出 我有谈判的意愿 嗯 但是私底下他们确实都 希望有人出来调停嘛 嗯 那 不可能美国人出来 也不可能欧盟 更不可能北约 然后巴西的力量又不够 印度也想参议咖 可是他也不算一个咖 唯一算 唯一能够调停的就是中国 嗯 所以俄国也希望中国能调停 乌克兰也希望 欧盟也希望中国能调停 嗯 但是这一些人都要摆出一个姿态 就是不需要调停 如果真的不需要调停 嗯 请问一下你折连斯基会希望中国来调停吗 这个是矛盾的事嘛 所以形式上一定要装成 就是不需要调停 嗯 但实质上是要调停 嗯 那你要调停的时候 等于是要进入政治谈判 嗯 你要进入政治谈判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在谈判的时候 我占有优势的地位 什么样的优势地位 交战双方最优势的地位 就是我打赢战争 对 所以对折连斯基来讲 这场仗输不起 嗯 支持折连斯基的这一方 也必须把他的所有的筹码 全部都押上去了 嗯 这叫做什么 就是我all in了嘛 对 我整个押上去了 嗯 所以德国说我再给你27亿欧元 是 然后英 那个法国说我帮你培训 嗯 那个飞行员 嗯 我给你坦克 嗯 我给你清醒的装甲车 然后英国说我帮你去找F-16 嗯 美国说我批准了 只要谁愿意给F-16 对 我就同意 但问题就是谁敢给F-16 坦白说 你英国真的有诚意 就你英国给 英国绝对不肯给 也不敢给 嗯 因为谁给F-16 F-16只要打死 这个俄国的军人的话 那 你不能保证 俄国不会用 忠诚的导弹 去炸你一个国家的土地 嗯 这个你不能保证哦 那因此每个人嘴巴讲 我要给你F-16 我们现在倒是要看看 哪一个国家先提供他F-16 给乌克兰 好 嗯 那为什么要all in 也就是希望泽连斯基 能够打一场胜仗 嗯 泽连斯基现在一直在做准备嘛 嗯 可是一直觉得没有准备好 所以本来说春天 是 然后没有准备好 说夏季 对 那泽连斯基为什么要跑到G7 就是要动员 你们给我更多的钱 再给我更多的物资 嗯 然后让我好好的 在夏季打一场仗 嗯 所以目前来讲 您看到所有的媒体宣传 就是乌克兰 要打一场胜仗 嗯 可是您认为难道俄国都在睡觉吗 他应该有看新闻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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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人没有 不会都在睡觉嘛 嗯 除非俄国的军队已经蛮横到 你无法想象的地步了 嗯 那坦白说俄国的衰败那就注定了 这个国家本来就已经不堪一击了 嗯 嗯 那俄国就是一个这么这么这么已经一个这么衰败的一个国家 嗯 他的军队已经到生死存亡的时候还这么的腐败 嗯 那你就认了 对不对 嗯 那俄国输了也就认了 是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 嗯 假设我们讲是不是这样 俄国也一定都在准备 对 可是问题就是我们拿不到俄国的消息啊 他们没发我们还真不知道 他有发 因为西方媒体都不登嘛 那我得学学俄文不好意思 对不对 所以我们没有人能够 因为我也不懂俄文嘛 嗯 我看不懂俄文我也不知道他 他们是怎么样来做 来做布局了 嗯 我们我们的讯息全面来自于西方 嗯 所以就是西方哲林斯基 乌克兰已经准备好 厉害到不行 俄国很烂很烂很烂 嗯 但是 实际上状况是一打便直嘛 那因此特使在穿梭 战争继续在交火 那彼此之间 这一仗谁都输不起 可是一打了以后 胜败分出来的时候 谈判就开始推动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政治谈判 事实上已经是在悬上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季晶级推算 年底的时候 对 中国的谈判就会产生效果 对 这才是行家嘛 季晶级是行家嘛 嗯 那你自由时报 这外行人 就不值得一评了 叫你理解我的意思了 嗯哼 就是到底怎么样来看这一局 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好老师刚刚给我们一个 比较全面全盘性的一个 时间点 包括了什么时候出手 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你要如何来解答它背后的意义 最后一题 老师我想要请教 您怎么样来看 TikTok这件事情 原因是因为还真的有人 跟上川普这第一枪 好蒙大拿州 现在呢说立法封杀TikTok 就是你App Store不能够卖TikTok 如果有被发现 已经正式签署立法了 5月17号 那他呢 会从6月的可口开始来实施 只要有人在上架的话 那每天就罚31万元 那就要来问了 这个现在已经有人就在提说 这个就是危险嘛 因为我们真的很难想像 在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 您怎么样来看 真的有人 我们一起全力不可能 真的有可能 那问题就在于说 你现在这个州是这样做 对 对不对 谁会跟进 那你这个州是不是要建立一个黄火墙 对 把所有美国跟全世界的互联网 全部都覆盖起来 就TikTok 因为加州的TikTok可以 对 那我为什么不能从加州那边来用 我可以travel到加州去 然后我在加州下载 我再回来蒙大拿 那我在蒙大拿我可以使用吗 不是 我 你如果 你定了这个法 你如何执行 我倒是很想看看 你美国人怎么执行 因为我不太懂啊 我举个例子 我是一个 蒙大拿州的孩子 年轻人 我在玩TikTok 对不对 那你现在规定我这个州 的所有的电信业者 软体业者都不可以有TikTok 那所以你们都要建立一个防火墙 那你怎么建立一个防火墙 我的苹果手机 全部都要建立一个 我特别去看 他不是罚使用者 他是罚你提供使用这个应用程式能力 或者下载他的人 所以他罚的其实是这个应用商店 还有TikTok 对嘛 所以你当你的 例如说我今天的苹果手机 假设我是苹果手机 然后我在蒙大拿州 对 我的苹果手机的蒙大拿州的 的网路 就要建立一个防火墙 就不能有TikTok 对 不是这样吗 是啊 那我今天是苹果手机的使用者 的一个孩子 那我翻墙不就好了 对啊 那 然后呢 哈哈哈哈 我翻墙 那我一样在用啊 但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多此一举呢 不是 那个州所以每个人都想看你这个州怎么执行啊 对啊 然后现在这个州还要吃上官司 吃上违反 违宪 违宪的官司 那所以大家都在看 你们这些政客要操弄到什么时候嘛 所以这是可笑的事 没办法执行啊 没办法执行 没办法执行 真的会发生 来来来来 请问有哪一些 我们网路上的哪一些先进 哪一些那个 能告诉我 你在蒙大拿州的这个苹果的服务商 怎么建立一个防火墙 全部把它下下 来 您告诉我怎么做 这大选年这是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 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 这是美国 所以我觉得 言论自由 人权 对所以很多 以后很多人说 这就是美国 我看到BeHear讲的 民主自由还翻666 Jamman说 就问谁家的墙最强 还有谁呢 杰森亨利也说 不要再嘴硬啦 其实王文涛要到美国来求和了 所以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 还有Luchin就直接问 美国人不会用VPN吗 对 其实王文涛这个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结果 怎么样 就他谈判以后出来的结果 就知道是求和 还是是什么 你是说是去求和 还是去要东西 我觉得去了以后 是等他讲 还是对等 我觉得去回来以后 马上就考验了 对那这个跟嘴硬不嘴硬没有关系 因为结果论 对结果论 就是说去谈了以后 看谈出什么来 对 而且是变成说在 我们刚讲 停止了那么久时间 然后上次王毅跟苏立文 谈的是坦率 而且非常的直接 这样子的一个会谈之后 对 实际进行到 对 进行到实物层面的时候 他们讲了些什么 是 有什么样的成果 因为那个就是最直接的内容 可以看到 下礼拜见分享 好太好了 我们就下礼拜 来跟大家看看 目前在线 3438位朋友 感谢大家 那也谢谢大家 在这个星期的加入 同时呢 我们也讲到最近 有非常多的国际峰会在进行 下个星期 哎 美中商务部长真的要见面了 贸易代表戴琪说 也有可能会跟王文桃见面 那大家就直接来看嘛 对 从经济层面先行 老师刚刚讲的 经济看你怎么做 我们再来看看后面的外交 要怎么样来处理 经济如果处理不好 哎 看不到你真的有诚意 那外交就逢谈了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中国已经 从这个美国抽单了 嗯 抽了八十几顿玉米 对 从美国抽单 转往这个巴西了 对 那 未来抽单会不会更多 那就要看这次谈判 因为 呃之前的抽单 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做 谈判的压力跟布局了 嗯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 美国的玉米商 然后你一下子 老天爷 要选举 你还要不要选 对 将近一百 将近一百噸的玉米 就就就就 卖不出去了 嗯 就继续留在你的农场上 嗯 然后结果巴西的玉米更便宜 那你美国的玉米 要不要降价 而且谁吃得了那么多 对这个 只有中国大陆能够吃得了那么多 因为大陆的养猪 他们的基本上的饲料 嗯 玉米是重大的一个原料之一嘛 所以 好了 下个星期 我们希望 全球大白坏 可以继续来为大家解析看看 这个世界局势要怎么走 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大一圈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上 谢谢大家 同时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